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11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玉兰 秋冬徐庆正是花莲泡汤的最佳时节 而花莲县政府就在今天举办了2024花莲太平洋温泉季记者会 活动将从10月19号到12月1号 在花莲的瑞穗温泉区以及玉里安通的温泉区来登场 那么花莲县长许正温也是特别呼吁 乡亲民众要把握时尚最佳优惠的旅游奖补助时机 来到花莲入住温泉旅宿 现在许中又表示花莲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地理条件 地理地震风灾更展现出土地与人民的任性 今年迈入第五年的花莲太平洋温泉季 邀请国内外民众回花莲欣赏亦然美好的好山好水 体验花莲人365天的日常 享受真实的在地生活融化 更能够留下美好的旅程回忆 英雄美人要装汤齐全才能两全齐美啊 所以来花莲千万不要错过了英雄泉和美人汤 尤其是每一年其实到这个秋天过后 其实是国人在泡汤最旺的时候 那其实泡汤其实在日本是他的日常 而花莲呢这个我们的瑞穗温泉 还有的安通温泉其实都在是日本人来发现 我们日本人发现他的源头的有泉的温泉 所以其实在这个整合这个温泉的品质是相当好 以这么的严格的方式去看我们的花莲温泉 其实日本人都说在 所以欢迎大家 无论是家族旅游或者是我们的团客旅游 或者是自由行都欢迎到花莲 现在徐队表示 现在来到花莲更有享有双重的奖励以及补助 团员部分除了有交通部观光署提供的旅行社 12人以上团体 第一团最高2万元 第二团2.5万元 第三团为最高3万元补助外 新政府更是加码提供旅行社 一团20人三天两夜 每天1万5千元的补助 而且无申请团数上限 带团总容数最多旅行社 还可以获得50万奖励金 至于自由行旅客 除了享有观光署 到11月底 每人每月每间房间1000元的补助 幸福更是加码提供天天抽机票 有机会可周大奖特斯拉汽车的奖励方案 欢迎全国乡亲赶紧收到秤高7P值 好时机来花莲入住温泉旅宿 记得请订阅台北斯巴道 请订阅台北斯巴道